你好 你就会说好高啊 好高啊 咬茶啊 大家好 我是王十奇 我是十一股盘安 也是沙登的综艺员 哇 这个麦 你把拉这样子样哦 这样大包的吗 后面的 后面的啊 对 后面的就没有紫色大了 很好 那么所有的新股盘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哇 你吃这东西可以这样大神回忆我 very good 那么 呃 首先就 我们就先直接直话直说了 我觉得我呢 是最有资格 在这边帮小淘捞票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小妹我虽然现在是这个沙登的综艺员 我2018年的时候呢 也是普选出神的 换一个 换一个卯箱哦 我也讲好哦 testing 没有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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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哦 换一个就没有声音 你就觉得我没有资格在那边讲话的意思是吧 因为我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也是一个补选的议员 2018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 那时候鼓拉港 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领袖 就是我们的那个鼓拉港的前州议员 我们的王天志统治 那时候大选完两个月过后 他就车祸过世了 那时候他才40岁 所以那时候我就补选上阵 那补选跟一般的选举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有第二次投票的机会 那么当然 呃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鼓拉港的居民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因为是对前州议员的工作的一个肯定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如果吸鼓毛的朋友们 都认为我们的前州议员李季香同志做的还不错 做的还可以 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的选举呢 这一次的这个补选呢 继续支持我们希望联盟的候选人 支持团结这种的候选人就是彭小桃 那么在补选的时候 我2018年32岁 彭小桃现在31岁 我们两个都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会觉得说 做不做的啊 好伤好 这样子 会觉得我们年轻女性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领袖 那么我可以在这边给大家打包单 小桃绝对是一个 认真努力做工 非常啊 用心的一个候选人来的 那么我每次推荐我们希望联盟的候选人呢 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的quality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希望联盟呢 人才挤挤挤 要做候选人啊 过气观战八将 小桃是从20多个有资格的准候选人里面 精挑细选选选选出来的 那么也有一些人会说 哎呀你们谁都是讲好的啦 对不对 你们谁都是讲好的啦 那么我就用客观一点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一票要投给希望联盟 要投给巴卡丹哈拉班 要投给彭小桃 那么啊我想问一下 这边有很多的 我看到有很多的姐姐们 我们的auntie们 我想问一下啊 我们之前不是有去那个啊 shopping mall买东西啊 最爽的是不是买一送一啊 buy one get one free啊 这样子对不对 如果有大促销的时候 我们就赚多一点嘛 给你少少钱赚多多东西回来 那么这一次的选举 你拿它来当做一场促销 怎样讲嘞 如果 如果你投票给希望联盟彭小桃啊 如果你投票给 投票给我们二号的候选人 买一送三 买一送三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买一 就是投小桃一个人 投小桃一个人投一票吧 胡选投一票罢了 投他一个人 第一 小桃的背景是什么 小桃呢 在2018年到现在 他帮过两个部长 做他们的秘书 做他们的助理 第一个是我们2018年的时候 杨美银同志 杨美银同志 做部长的时候 一眼就看中小桃 把他拉进去他的那个部门做事了 那么 小桃就陪着杨美银 去关人家的洋垃圾 去把洋垃圾送回去 人家的国家 所以他知道这些环保的工作 是要跟谁配合 要怎么做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部长他合作的 就是我们的尼可敏部长 尼可敏部长管的呢 地方政府 还有就是这个防务发展 所以呢 现在很多基本建设 防务发展 地方政府的一些管制 都是尼可敏同志的部门在处理的 小桃同志呢 也是在他这边做这个助理 两个你哪里选一个人 你就拿到两个 国会 这个部门 他知道怎么样去跑 他知道怎样去沟通 为什么这一个很重要呢 因为这边的国 因为这边的国会议员 是反对党 行动党做了很多年的反对党 我们有一个很资深的领袖在这边 等一下大家可以听他讲 我们做反对党这么久 我们知道反对党是有什么用 是有什么用的 是可以拿来做什么 然后他的极限在哪里 为什么人人要做政府 因为做了政府才可以改变政策 做反对党只可以提出想法罢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国会 已经是反对党做国会了 那么我们这边跟国会 就已经断了那个来往 可是你头捧小桃 他就知道怎样跟国会的每一个部门交流 这个是第一 买一送三吗 这是一 第二 这一次如果你选希望联盟 我们整个中议会 现在是由希望联盟做政府 是团结政府做政府 所以如果你选到小桃 小桃就会成为我的同事 我们在议会里面 在州议会里面就是 就是执政党 所以在州当然也没有问题 第三 现在有的 市议员村长 所有的那些啊 那个 妇女事务啊 或者是那个年轻人的组织等等 全部都是地方政府 都是州政府跟地方政府setup的 那么这整个团队 都是我们希望联盟的团队 如果你选小桃做中议员 送三第三个就是地方政府 他可以跟现在有的中议员啊 村长啊 寺院啊 村长啊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村委啊 好好的一个团队合作下去 所以满意送三送国会 送州会 送地方议会 这样才是对西谷毛的发展 有更好的一个安排 更好的一个前途 可是 可是呢 如果我们 选反对党的话 我们选反对党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选反对党的话 就满意 陪四 为什么陪四呢 第一 陪了你的国会 你的国会已经是反对党了 陪了三个州议会 一国 一国三州 乌鲁斯兰国伯西下面的三个州 如果连辛苦毛都输掉 那么是不是买意陪四啊 买意陪四跟买意送三 应该要选哪个 我想各位朋友 应 哈啰哈啰哈啰 他不给我讲话了讲好咯 所以 买意送三 或者买意陪四 我相信大家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衡量 那我这个买意送三跟买意陪四啊 跟两个候选人的这个 这个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因为有些朋友会问咯 我们都没有看过小桃 就问我怎样知道你可以吹水 吹到这样 这样多他挤好挤好 我们不知道的吗 那么以客观的环境来讲 选希望联盟的候选人 买意送三 选反对党的候选人 或者独立人士等等的 买意陪四 我希望大家知道怎么去怎么 哈啰哈啰哈啰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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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知道怎样去选择 那么 当然 接下来还有一个星期多 和这个竞选期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些 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可以让大家看到小桃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希望大家 可以多一点的去跟我们的候选人 去认识他 然后也去提出你们的一些想法 你们的testing testing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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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提出你们的一些想法 那么也让我们也让我们的候选人知道说 诶 这个地方可以怎样发展 因为到最后 新骨毛呢 不是很小桃的新骨毛 新骨毛是大家的新骨毛 你们是选出大家的综艺员 而不是选出一个 他们自己党里面的议员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 接下来 有剩下一个礼拜多的时间 多一点的接触 当然也帮我们分享多一点的资讯 那么想知道更多的呢 很快的 这个星期五 后天 星期五 五月三号 我们在Pantangali 的Panda 那边我们有一个行动日 在那个行动日前面 有一个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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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二三三二一 testing 五月三号 这个星期五 五月三号 这个星期五 有我们很多的中央领袖 还有州的领袖 都会在那边 希望大家 就多一点 过去那边 看看我们的 国会议员们 我们的州议员们 是怎么样跟大家分析更多的一些发展计划 好希望大家呢 可以有个出席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努力一点 为星骨毛 获得一个更好更好的前程 星骨毛 头小头 谢谢大家 谢谢我